牧尘面旁含笑 修长的手指划过冰冷的石面 然后对着那石柜里面阴影处伸去 等再度伸出来的时候 在他指尖已经夹住了一道暗红色的玉碱 这是 唐千尔见状先是一争 全集当他看见了玉碱的颜色的时候 眼神便是有些凝重起来 因为在灵觉世中 这种颜色的灵觉都是有着一种特殊的称谓 叫做危险性灵觉 所谓危险性灵觉 意思就是修炼这种灵觉会有着不小的危险 有一些甚至还会对修炼者造成伤害 我看看 唐千尔伸手 自牧尘手中把那暗红色的玉碱抢过来 美目一扫 只见那玉碱表面 有一些散发着深深寒气的自己 繁极上品 森罗死印 森罗死印 唐千尔的俏脸终于变了变 美目也是正原理些 他怒视着牧尘 你搞什么呢 这灵觉也敢修炼呢 这森罗死拳的名头 他自然是听说过的 虽然只是繁品上级灵觉 但是在北灵院 这灵觉可谓是凶名赫赫 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 而是因为之前曾经有两位颇有天赋的优秀学员 修炼了他 结果却是把自身修炼的经脉寸断 差点变成废人 从此以后 再不敢有任何人来敢打这个灵觉的主意 我之前研究过这个灵觉 他其实挺厉害的 不过要修炼这灵觉啊 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需要一种霸道的灵力 以前修炼他的那两位学长啊 本身灵力并未达到那种霸道的层次 所以才会失败的 牧尘解释着 他如今修炼的大浮屠诀 那种幽黑灵力绝对不是寻常的灵力可以比的 那种霸道性应该是可以胜任这森罗死印的修炼的 不行 唐千尔翘脸一板 然后白了牧尘一眼 而且你也根本没有足够的资历翻阅这部灵觉啊 翻阅灵觉式的灵觉 也是有着规矩 如果只是寻常的繁极灵觉 任何学员都可以 可如果是灵级的灵觉 则需要导师的许可 虽然这森罗死印看起来只是繁极上品 但他却是被列为危险性的灵觉呢 要翻阅这种灵觉那必须在天界待了半年以上的老资历学员 牧尘这种刚刚才升上来的显然是不够 牧尘漆黑的双眸 犯着笑意望向唐千尔 所以我才带你来啊 你帮我把这本灵觉接出去 唐千尔一对美目忍不住瞪圆了起来 他望着牧尘 银牙一咬 偏过头去 想让我帮你 没门 千尔姐 帮帮忙啊 牧尘身体微微的前倾 郡逸的脸旁更是靠近了少女那气鼓鼓的笑脸 离席间呼出的热气扑打在那吹弹可破的脸颊上 唐千尔被给吓了一跳急忙退了一步 翘脸犹如晚霞一般恼羞的说 你 你无赖 牧尘耸了耸肩膀 黑毛盯着唐千尔 我真想修炼一下这个灵觉的 相信我 不会有事 好吗 唐千尔被齿轻咬红唇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毕竟这灵觉凶名太盛 如果牧尘也是如同以前那两位学长一般 他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咦 牧尘 你也在这里啊 就在唐千尔犹豫间突然有一道柔腻的声音在后边响起来 牧尘两人抬头一看 只见一身红裙显得格外鲜艳动人的 红裙显立在那里 牧尘看到红裙也是一愣 这貌似还是他进入北陵院以后 红裙第一次主动和自己打招呼 虽说小时候曾经有些亲近 但后来却疏远了许多 现在的话更是有一种陌路的感觉 你好啊 红裙学姐 牧尘也微笑着说 一声红裙学姐 却是让唐千尔有些板着的笑脸 微微松缓下来 这声称呼 与墨尘和他之间显然少了很多的亲近 多了一种客套的礼貌 红裙美目也是微微一闪 全集柔魅的看了唐千尔 玉手紧握的红色玉简 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笑着说 怎么 你是要借阅危险性灵觉啊 需要我帮忙吗 牧尘看了唐千尔一眼 这两女素来不对眼 果不其然后者笑脸微寒的转过头去 当即他笑了笑 那个多谢学姐好意了 千尔姐已经答应帮我了 红铃点点头 他望着少年那柔和的笑容 俊逸的面庞 奇长的身躯 亲中有些不是滋味 当年那个平平无奇 并不怎么被自己注意的小男孩 不知不觉间竟变得如此出色 那好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红铃冲着牧尘一笑 然后便是不再停留 转身而去 窈窕柔美的身躯 引得周围不少翻阅灵觉的少年 忍不住的把目光投射过去 最后又是忌妒的 看了牧尘一眼 这家伙还真是好艳福啊 北陵院两朵美丽的院花 都和他有些关系 我什么时候答应帮你了 见到红铃远去 唐千尔这才哼了一声 那我只好过去找红铃学姐了 牧尘有些无奈的说 你敢 唐千尔急忙出声 但是在见到牧尘那戏学的神色以后 他这才俏脸通红 恨恨的咬着银牙 当然也可以 不过你得答应我 如果有什么不对势的地方 你要立刻停止修炼 牧尘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还有 唐千尔漂亮的大眼睛 扫了牧尘一眼 那笑眉的脸颊上 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 半个月之后的北陵之园修行 你得跟我组队 北陵之园修行 牧尘听到此话 倒是微微的争了争 北陵之园是北陵境内 相当文明的一处险地 其中地域辽阔 更是遍布着各种凶猛灵兽 时不时的会有探险 队伍进入其中 猎取灵兽 而且北陵之园内 还有着不少珍稀的材料 以及灵药 说起来啊 也算是一座宝地 当然 要想取宝 前提是 你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 不然的话 恐怕宝贝得不到 还得把小命留在那里 因为北陵之园 资源丰富的原因 有时候 就连牧尘的父亲 都会亲自率领手下 进入北陵之园 而每一次进入 都必然会拥有着 相当惨烈的思商 对啊 我们北陵院天界啊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组织学员 前往北陵之园修行 因为只有真正的实战 才拥有着磨练人的效果 唐千尔点点头 炎然笑道 这种修行啊 允许两人组队 而若是最后成绩排名前三的 还有特殊奖励呢 奖励 是什么 牧尘眉头微挑了一下 据说这次是运灵丹 唐千尔想了想 运灵丹 牧尘这才微微惊了一下 这种灵丹 据说对他们这种 修炼才起步的初学者 极有好处 灵丹要力温和 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类似它灵动静中期的实力 若是服用的话 或许能够在挺快的时间内 冲击到灵动静后期 嗯 我如果能获得一颗运灵丹的话 应该能够进入灵动静后期 为日后冲击灵轮静 做好准备 唐千尔说着 这成绩高低 怎么评判呢 牧尘有些好奇的问着 显然 那运灵丹提起了他的兴趣 很简单呢 看谁击杀的灵兽数量最多 等级最高啊 因为整个天界的所有学员 都有机会参加 所以竞争力度极大 我才打算拉上你的 我才灵动静中期的实力 这种组队选择 你不是应该找更强的人才对吗 而且我想 你千尔姐的魅力 不论东院还是西院 都有大把有实力的人 想要和你组队才是啊 哼 你不愿意 求之不得呀 不过万一到时候没获得运灵丹 你可别怪我拖好腿啊 呵呵 牧尘笑了笑 他所说的倒并非是客套话 毕竟他眼下看上去就是灵动静中期的实力 北陵院中可有不少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唐千尔微微想了想 旋即笑着 如果得不到也没关系 我自己有信心 即使不依靠灵丹 也能在一年时间内到达灵伦境的 说着他纤细欲止 把欲简轻轻一转 美目瞟了牧尘一眼 而且我也不喜欢跟别人组队呀 呵 既然是千尔姐这么看得起我 那我只好舍命相赔了 千尔姐放心 就算是拼了小命 我也一定帮你把运灵丹保下来 牧尘故作豪迈的拍了拍胸口 脸庞上却是布满着笑眯眯的神色 哼 油嘴滑舌的 唐千尔笑脸微红的盯了他一眼 这灵觉 牧尘笑阴阴的看向唐千尔手中的预见 下不为例 唐千尔哼了一声 然后便握着灵觉 转身对着灵觉室之外而去 牧尘见状也是连忙跟了上去 在灵觉室大门处 唐千尔把灵觉登记了一下 那管理着灵觉室的老头 见到这暗红色的灵觉 倒是有些诧异的 看了唐千尔一眼 有些犹豫 毕竟这三罗死印的凶名太大了一些 虽然唐千尔符合条件 但他着实不想看到这么水灵的一个少女被这灵觉所害了 牧尘见到老头犹豫 亲头也是危急 他可是知道 这灵觉室秦老头是一个极为迂腐顽固的人 他若是看不顺眼的话 还没人能够从他这里把灵觉带出去 而且别看这老头犹如药断气的模样 但他的实力却是货真价实的灵伦境后期 差一步就能踏入神魄境 曾经有不少趾高气扬的学员在他手中吃了大亏 不过索性的是 那老头笑呵呵的点点头 最后在叮嘱一番以后便把灵觉交给了唐千尔 牧尘有些无语的跟着唐千尔走出灵觉室 后者冲他得意洋洋的一笑 然后把玉简抛给他 真是多亏你了 牧尘接过玉简把玩一番 黑毛中也是有着一抹喜色 而后冲着唐千尔笑着 看今天这模样啊 如果不是唐千尔的话 即使他权限达到了 恐怕都很难把这灵觉从那顽固的秦老头的手中戒出来 唐千尔盈盈的一笑 旋即有些无奈的看了牧尘手中的玉简一眼 你小心点啊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要立刻停止修炼 那我先回去了 牧尘握着玉简 心中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当下对唐千尔挥了挥手便转身迅速离去 少女望着牧尘迅速而去的身影 不由绝了绝红润的小嘴 这根木头 冰凉的月光 自天空下倾洒而下 化作一道道光束落在安静的房间当中 那房间里 少年静静盘坐 那漆黑的双目 此时却紧紧盯着手中的一道暗红色玉简 牧尘盯着玉简片刻 然后便把其轻轻的贴在额尖 灵力转动间 只见得那玉简表面 也是开始有着暗红色的光芒闪烁起来 而在光芒闪烁前 大量的信息也自预简中流出 最后尽数灌入牧尘的脑海当中 牧尘 紧闭着双眼 接受着 三罗死印的忧恋之法 许久之后 他才缓缓地睁开双眼 轻吐了一口气 黑色毛子当中 布满着思索的神色 三罗死印 毕竟之前凶名太盛 因此即便是牧尘 也不敢太过大意 而是反反复复地 把那修炼之法 看了数遍之后 才开始动手修炼 牧尘盘坐 双手合十 指尖缠绕成一个 颇为奇特的印节 心神一动 只见得 其身体表面 幽黑色光芒闪烁 一丝丝有黑灵力 开始在其掌心 萦绕而出 幽黑色灵力 犹如黑色小蛇 伴随着牧尘 印节的变换 不断地在他掌中扭动 隐隐看去 仿佛是在 逐渐地形成一个 黑色的光阴 不过 这种光阴的凝结 显然并不容易 因此 还不带那印节凝石 便有着细微的声音传出 那道缠绕的黑色灵力 便是破碎而去 对于这第一次失败 牧尘倒并不在意 如果这森罗死印 如此轻易就能修炼成功 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 略微收敛心神 牧尘再度开始 咔 失败 咔 又失败 时间迅速地流逝 但牧尘却是不知疲倦地 一次又一次地修炼着 他的双手结印 也是从刚开始的声色 逐渐变得熟练 那灵力的凝聚速度 也是愈发的迅速 修长的双手 犹如穿花的蝴蝶 变换着弧度 在那掌心中 幽黑灵力扭曲着 那黑色的光阴 也是变得惊喜许多 隐隐地 似乎有一种 深寒的波动 散发出来 牧尘的目光 紧紧盯着 那即将成形的黑色光阴 心神却是紧绷到极致 之前 他已经在这最后一步 失败了太多次了 牧尘的指尖再度变换 一丝幽黑灵力 流进了那黑色光阴之中 黑色光阴 突然在此时陡然一颤 竟是有着污名声传出来 接着那黑盲开始收敛 最后直接化为一道 黑色光阴 缓缓地印在牧尘的掌心当中 而就在那道光阴 印在牧尘掌心的时候 他整个身体 斗然紧绷起来 因为接下来 才是最危险的步骤 以前那两位 修炼森罗死印的学长 就是在这一步上 被震得经脉寸断 红 黑色掌印印在手掌 很快的 牧尘便察觉到 一股极端狂暴的波动 自那光阴中爆发而起 然后顺着掌心 经脉 疯狂地涌进 那种模样 犹如是要把沿途 经脉 尽数摧毁一般 嗡 不过 好在牧尘早有准备 那气海当中的 幽黑灵力 在此时 轰隆隆地 尽数呼啸而出 然后与那股 狂暴波动 轰然相撞 低沉的嗡鸣声 仿佛是在 牧尘的体内 爆发开来 感谢观看